整棟大樓圍起柵欄 大火过后的陈中城被鉴定是围楼 已经不能再住人 是否将公告强制拆除 打造成邻里公园 当然社会住宅比较 房子盖了谁敢住 你敢住吗 因为死了那么多人 大家不敢住 有的民众支持也有反对 陈中城这把大火不止烧出 就责问题 现在是否积极规划 这片土地的未来走向 陈中城大楼有立即的危险 那必须拆除 原来在那边租屋的住民 或者是只有房子 那没有土地的这些住民 都可以安置到 我们的社会住宅 根据规划内容 陈中城县址变更为公园 并和国家驻都中心合作 相隔四百公尺的七贤国中旧址 新建六百户社会住宅 优先安置给无房无地的陈中城住户 有房无地者能以重建造价 领取救济金 一瓶十一点四万 置于土地所有权人领现金 或配地就七贤国中二选一 心里感觉有点难过 跟那个里长跟我们的讯息 有一点出入 他说安排第三次协商 市长要跟我们协商 有关单位要跟我们协商 结果没有 那就直接发布了 所以把那个房间地端要挪回 所以公园立立地 地主好无奈 抱怨双方没达成共识 市府规划陈中城将重建成公园 被莱茵抨击根本就没有深刻的反省 每次只要出现了人祸 比如731气爆 比如太鲁阁事件 比如这一次的陈中城的事件 民进党政府不是要做纪念公园 就是要立碑 那其实这些人祸 没有深切的检讨 在当地这个新建一个绿地公园 那更重要的我们把接锅 做一个重新的一个整理 所以包括这个房屋的拉皮 房屋的周遭大楼的一个整修 让不只说只有陈中城的这个社区的 所谓的大楼单纯的一个拆除 陈中城未来重建成公园 虽然赋予新的意义 展现全新风貌 但围绕楼问题 相关单位势必得持续关注 避免憾事再度重演 欢迎新闻林薇凯 刘佩婷 高雄报道 请订阅 按赞 分享 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即使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